HELLO 大家好 我是觀鳥人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個好消息就是 我要開始舉辦 都市的鳥類導覽活動 YA 因為在公園船鳥的時候 發現外頭鳥類持續了上升 我們可以從2022年 淡水口的流域同步檢測調查的結果 我們可以發現 黑的鳥鳥還有寶尾巴哥 他們的數量也是逐年的上升 但經過聽聞的留言還有回覆 才發現其實大家對外頭鳥類不是這麼的了解 有些還提供在常見的寵物鳥 或者是分數中鳥類 最後其實透過實體的導覽方式 來跟大家介紹都市常見的鳥類 還有外海種 還有透過我閱讀的鳥的命運 就是人生命命這本 鳥類專輯來跟大家介紹 公民跟學家的重要性 我的目標是想要透過導覽的方式 讓大家對什麼沒有產生興趣 而且也可以開始在糾纏的時候賞養 讓大家了解外海種的趨勢與影響 所以目前短期目標是希望可以 一個月舉辦一次導覽 而中期目標是希望可以將參與的 女人牽涉到10歲以下 因為目前的全新專輪主要是國制 所以經過調整之後 我希望可以將豹皮男人牽涉到10歲以下 讓更多人一起來認識鳥類 一起來長釀 我長期一部分是希望它可以透過 鳥名、飛行方式 還有外觀來學為辨識鳥類 它是使用EVER來記錄樣區中的鳥種數量 並且分享在我創作 多次EVER的鳥類資料庫的賴社群中 與大家分享你幾乎到鳥種與鳥點 那現在簡單來跟大家介紹一些導覽內容 之前是在木下動物園還有大安森林公園 未來也會在青年公園舉辦 活動人數差不多是在5到10人 我會透過看範、實際導覽 還有學習導覽方式 讓大家學習到都市長期的鳥種 還有學習如何辨識相識鳥類的能力 也會讓大家了解 國民跟女家對於鳥類的生態 還有數量的重要性 並且跟大家介紹外面對分數 都是鳥類的影響 提升不要罷了的習慣 先來跟大家介紹目前導覽活動的內容 大家如果對鳥有興趣的話 那可以到鳥類導航 帶您進入鳥類的習慣世界 查看喔 記著報名都會國人的導覽活動 如果大家在黑漢馬路有興趣的話 那可以看一下旁邊的 黑漢馬路漢主家活動 那在裡面呢 會跟大家介紹黑漢馬路的習慣 和習性 大家可以起來參加喔 這導覽的情報 我會透過我自己做的看板 來跟大家介紹 在都會國人常見的鳥種 還有教他如何辨識相似的鳥類 像這個圖是我用一般的照片 來製作的看板 我會把相似的鳥種放在一起 來跟大家介紹他們的差異 還有相同的地方 也會透過看板的方式呢 跟大家介紹外來種 對分數能力的威脅 等於跟大家介紹看板的鳥種之後 那就會實際帶大家去賞鳥 除了不起跟他介紹的鳥種之外 也會讓大家自己去辨識鳥類 詳細跟大家介紹的內容 像這張圖 是我讓大家實際去尋找 在第三個圖的黑的鳥鳥 另外這張圖呢 是我帶大家看 在樹上的成鳥黑漢馬路 這導覽的後半段 我會發現學習在 透過差異題還有繪畫的方式 讓大家回想這些特徵 所對應到的鳥種 將相似檔樣的外型 把它畫出來 並標示他們的特徵差異 幫助大家複習今天導覽 的過程中所取得到的內容 加深大家對鳥類的辨識和印象 像這樣不是我的設定語 將特徵表述出來 讓大家去試一看鳥種的名稱 導覽節奏 我會在鳥類導航帶領 進入鳥類奇妙世界的 導覽日記上 發布今天的導覽內容 還有心得 讓大家知道導覽的流程 還有內容 讓觀眾知道 賞鳥的樂趣 大家想剩下 都會公園的鳥類導覽活動嗎 那關卡小的QR Code 馬上進入 鳥類導航帶領進入 鳥類奇妙世界的網站中 查看裡面的 都會公園賞鳥活動 還有導覽日記 看看裡面的導覽內容 還有活動的時間 歡迎一起來報名 情商也相見 掰掰